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现在这种同时和多位新娘结婚的画面 不过我们的男主可不是这位新郎 而是在婚宴里的前尾正平 此时他正和女友木村满一起 参加大医院继承人光流的婚礼 虽然光流迎娶三位妻子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 但是男主也丝毫不差 他的女朋友木村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 经常出现在电视里 就算在婚宴中也会被人认出来 反观做他身边的正平却平平无奇 也难怪会被大家羡慕了 虽然两人是大学同学 但是木村能成为他的女朋友简直就是个奇迹 正在男主沉思之时 木村却问起了他对一夫多妻之的看法 男主的回答说 不好说呀 惹得木村很不开心 当然 他只是开个玩笑 现在的他只挨木村一个人 并且就算他想要一夫多妻也不符合条件 毕竟想要迎娶多位妻子 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才能获得资格 一 丈夫的收入对经济状况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二 在运动艺术学问领域获得显著成果 三 国家给予包奖 男主只是一位普通上班族 有时候还要去各地出差 生活辛苦劳累 还赚不到什么钱 根本满足不了任何一个条件 这不 男主接下来就要去北海道出差 需要两周才能回来 不过这一次男主却遇上了空难 飞机迫降在滨海之上 乘务员也身负重伤 在第一批救援时就被救走 而郑平因为是青壮年 便留下来帮助幸存者 到了最后 飞机中仅剩下他和一对妇女 为了让妇女得以团聚 他将得救的机会让给了妇女二人 自己却坠入了冰洋之中 失去了意识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躺在病床上 而木村也迎面奔来 原来他大难不死 奇迹般地被拯救了 并且还没有受太严重的伤 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便可以顺利出院 木村告诉男主 在电视上一直在转播救援行动 而男主的出色表现也被大家全部看在眼里 电视上都已经将他称为英雄 就连他是木村的男朋友的事情 也很快被暴露了 不过男主现在刚刚清醒 完全理解不了现在的处境 于是木村便打开电视 想要证明这件事 令他们意外的是 电视里正在播出 授予男主国民英雄的决定 在获得了这个称号后 将会奖励他300万日元 以及授予他一夫多妻的权利 就这样 男主突然从一个普通人成为了英雄 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仅成功升职加薪 成为主任 并且还受到了无数记者采访 就连光流也打电话来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但是当他来到光流这里时 却发现仅仅只是来到叶总会聊天而已 光流想要劝说男主早点行使一夫多妻的权利 就算自己没有钱养家 只要找一个有钱的女性作为妻子 也完全没有问题 正在几人讨论结婚时 男主却注意到了一位相当漂亮的女士 被四号桌的客人骚扰 富有正义感的男主并不打算做事不理 不过却被光流拦了下来 男主却没有因此放弃 准备将自己灌醉 借着酒精酒人 醉醺醺的男主摇摇晃晃地 来到了那位客人和女人之间 分开了两人 虽然客人很生气 但是当光流挑明男主国民英雄的身份之后 客人也就服软了 就这样男主救下了这位女士 醉醺醺的准备回家 等到男主回到家时 却发现家里多了一老一少两位客人 两人便是男主救出来的那对妇女 不过男主此时还醉醺醺的 并没有认出两人 但是等到妇女二人说明来意 男主却惊呆了 原来这两人是为了提心而来 这位老人是世界有名的马场主人 他认为不论是人类还是马匹 最重要的便是血统 所以他便希望男主能娶自己的女儿小淳为妻 就算男主没钱养家也不怕 他们家的牧场曾经培养出很多名马 去年光是马居的销售额就有15亿左右 如果算上其他业务的话 几乎有120亿的销售额 虽然在男主和女朋友面前提出这种请求 着实让男主很为难 但是关于这一点 他们也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 只要让牧村当第一夫人 纯当第二夫人便可以解决问题 在说完这些事情之后 老人便借着去厕所为借口 迅速离开了男主的家 家里剩下的三人很是尴尬 纯向男主诉说自己的心意 却惹得牧村的不满 他拉着男主来到了隔壁房间 要求男主立刻赶走纯 但是男主并不想这么失礼 牧村却认为男主就是见色起义 对他不忠 所以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最后男主为了挽回牧村 冲出家门 在外面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等他回到家后 却迎来了纯无微不至的照顾 让男主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这时 男主却发现了牧村留下的再见纸条 便顾不得纯打算去寻找牧村 不过事出突然 男主还是需要继续上班的 在公司里 男主给所有可能与牧村有联络的人 都发送了邮件 最后他给牧村所在的编辑部打电话 请求帮忙 却被编辑拜托一定不能抛弃牧村 不然会对他的生活和工作 产生很大的影响 虽然很担心牧村 可男主还是要老实上班 好在下班时 男主还是在回家的路上 见到了牧村 两人在餐厅里见面 牧村表达了自己的不安 面对这样的牧村 男主终于下定决心 要拒绝纯的心意 しかし 事情并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纯子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男主的提议 并表示自己绝对不会离开 在纯的温柔公式下 男主很快便要沦陷 好在这时 隔壁的房子突然失火 火势蔓延到了男主的家里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男主认为 比起财物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迅速逃离了房子 但是伙势却越来越大 男主的房子和未来 全部被大伙无情地吞噬了 这种时候 貌似借助纯的财力 才是最好的选择 无巧不成书 男主的母亲在这时打来电话 原来他获得了去世叔父的遗产 拥有了一栋大房子 于是在第二天 男主便和纯一醒 踏上了寻找新家的旅途 至于女友什么的 已经被他完全抛在脑后了 而在他们找到叔父留下的房子时 面对的却是满地的烂摊子 以及各种繁杂的费用 在父亲各种欠款之后 男主已经分文不胜 就连他想打电话给牧村的时候 手机也还没电了 男主这几天 运气简直太差了吧 这个时候的男主 已经被接二连三道来的倒霉事 折磨得神志不清了 甚至还将牧村和纯搞错了 差点酿成大错 好在男主想起了 曾经和牧村的美好回忆 以及他伤心难过的样子 及时推开了唇 想到这里 男主决定 先想办法联系上牧村 让他不要太担心 而事实上 牧村在第二天重新回到家后 却发现好端端的家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男主的手机也打不通 最后还是在邻居口中 得知了火灾没人受伤的消息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是男主迟迟没有联系他 让他很是担心 但是男主的手机 却好像坏掉了一样 就算充了电 也打不通牧村的电话 而在这时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 电话的另一头 是曾经被男主帮助过的香苗 想要当面感谢男主的帮助 不想回去面对纯的男主 决定前去赴约 男主此时身心俱疲 便很快醉倒在地 等到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 香苗小姐的家里 不过还好 两人并没有越过界限 原来香苗 还有一位弟弟名叫朝阳 两人相依为命 不仅如此 朝阳的心脏还不好 见到两人的凄惨境地 男主也很是同情 不过男主现在最重要的还是 赶快联系上牧村 给他报个平安 可是男主这时才发现 自己竟然把手机丢在夜总会了 等到夜总会开门 男主终于拿回手机 却发现香苗今天要请假 根据香苗的同事所说 他几乎没有请过假 所以男主察觉到了一场 立刻马不停蹄地回到了香苗的家 才发现原来是他们居住的房子 马上就要改建 需要两人赶快搬走 但是朝阳却不同意 在争吵过程中病倒了 那么在之后 男主究竟能不能联系到牧村 又能不能解决这些事情呢 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自己去看看吧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